葬礼上 死者刚要下葬 却突然跑出来几个医生要抢走尸体拿去做实验 他们还拿出一纸文书 上面竟是男人去世前签署的医体捐献书 叔叔询问死者女儿是否知道此事 女儿却绝望地连连摇头 表示并不知道 但是女儿一看自己确实是父亲的 原本痛苦的内心更加痛苦 因为有了这份签字 他们想不给尸体都不行 此刻他们并不知道棺材里躺着的并不是真正的死者本人 真正的死者已经被人用高超的医术治疗成了一个脑瘫 而这一切都是暗地里这个傅黑男安排的 原来就在五年前 死者因为帮助爱玲欺骗丈夫 以其他人的尸体冒充他女儿 隐瞒他女儿活着的事情 傅黑男怀恨在心 于是在昨天夜里 他悄悄开车将死者撞倒 然后他利用自己医生的便利 在救活死者后 同样以调包的方式用其他人的尸体冒充死者 在医院里宣布了死讯 但是这一切原本是可以阻止 就在女儿再给父亲的手术签字时 叔叔劝报女儿 他的父亲和傅黑男主治医生有仇 让他不要签字手术 可是女儿根本不了解 主治医生黑暗里面 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医生 还特别信任他 于是果断地签了手术同意书 所以导致了这种惨剧的发生 而这一切都是傅黑男报复的第一步 为了惩罚妻子的背叛 他竟然偷偷地绑架了女儿 最后栽赃陷害妻子 把妻子送进了精神病院 好